网友粉丝在直播节目我30万左右买车本想买本亭灌道370 可是又喜欢比亚迪唐DMP 不知道唐DMP质量有没有灌道好能用住吗 那我想问一下视频前金钟前的粉丝朋友和老铁 如果让你选择这两款车子你会选择哪一个可以带评论员 或者用买过开过这两款车的车主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里有你宝贵的建议帮助帮他 首先这两款车子开比亚迪唐DMP的绝对不会正眼看灌道370的 当然开灌道370的也绝对瞧不起比亚迪唐DMP 都认为自己的车子很牛都认为比对方的好太多了 那这两款车的差距是太大的非常大是吧 唐是挂绿牌的新软车型 灌道是常规的气候车的是不是 虽然都是定位中型SUV灌道是大五座车型 没有七座许有的可以买到他 而唐呢他是七座车型全系 有七座车型就选择他 这两款车差距太大了 灌道呢 首先这台车子啊 车上安全是非常优秀的 与意图到的本田车大家认为是指红的 灌道可以说是你要练眼型开的 确实是这样啊 他卖22万到32万嘛 确实有他理由的 A住达到1500兆发 日升薰钢 B住达到980兆发 整个车身使用了1200兆发的高强度钢 包括他前面的防灯梁呢 都是铝合金材质的 而且采用的是全矿式的一个负车架 所以说呢 这个本田灌道 车上安全是非常优秀的啊 前卖不去 后面是多轮杆的情况 而且他的前后的下载臂 都是铝合金材质的啊 完全一改以前的风格 而且杨吉尔是铸铁的 底盘的护板呢 做的也是非常工整 非常平整的 那么动力上呢 有1.5T和CVT这个版本 还有2.0T 匹配财富91T这个版本 怎么选呢 首先1.5T PASS掉啊 动力太弱 我修马拉大车油耗也高 是不是 然后这个动力转成的 和这个浩颖和CVT是同管发动机变速箱 咱不能花二十多万买了1.5T 那太得人了 是不是 那买浩颖高 买一个官道干什么的 买一个买20T 啊 他这个扭矩300T 马力也300多 动力非常优秀 发动机很皮色奈兆 唯独这个财富91T变速箱呢 大家看平盘 名盘 是吧 挺不错 其实调教的顿错 一二老是稍微顿错的 包括这个 最后光啊 还有这路火都使用这个财富91T 那为什么他那时候没有使用这一家的10T呢 因为那时候他还没问题呢 急需要一个 变速箱 配合的官道 他还不能求 求爱心 爱心也不能给他 所以没办法 只能采购这个财富的91T 而且九岛呢 也成了个摆设机 本来是国内100公里之前是挂不上了 知道吧 所以说有这个遗憾 这个缺点 那要买了就买了20T 那唐DMP呢 首先从加速上 都要比官道好太多了 完成两个性质的 是不是 完全不一样 新的元嘛 为了就是省钱 驾驶质感好 是不是 行程质感好 加速好 他的这个百公里加速DMP 有三个版本嘛 是吧 最高配的版本 三十多万出头 他搭载匹配的是一个 意大利布里博赛车级别的 刹车系统 这个刹车系统非常牛 能跑到快远的刹车速 是不是 并且动掉热门空调 行程质感各方面 完全就比这个 官道好太多了 你没开过新的元电动车的 你都一直认为 汽车车非常好 但是如果你要一旦开过 新的元电动车的 你绝对回不去了 是吧 再开汽车车就开不了了 就感觉是 一个是老年人 一个是中年人 知道吗 如果你还是传统的思想的话 你还可以选择官道 如果是稍微提高点 这个思想认知的话 你绝对要选择个 比亚迪糖 DMP 并且这个 新的元里面 比亚迪 是非常有造诣的 是龙头老大 他这个 共助同散电这块 自主研发 自主开发这块 什么都是自主生产的 技术是非常牛的 那也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 这两款车的车主 或者小伙伴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见和情况 可以在评论去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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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